- 电动车充电 嗨啦我是阿当 我们今天来分享的是有关于 电动车充电这件事情 那大家看过我的影片的话 应该会有发现 其实我自己本身也是 特斯拉的电动车车主 嗯 不过我对于充电这件事情 普遍都在家里充比较多 但是偶尔如果是长途旅游 比如上去露营 有时候比较远的地方 我们中间可能就要找个地方去充电 那充电这件事情呢 Sintex 5应该没有什么太大的困扰 反正他们都是CCS1或CCS2的充电了 特斯拉超充站基本上都有资源 但是像我们旧款的车主呢 是采用TBC的充电头 有一些充电站 如果是特斯拉可能还好 普遍都还留有TBC的接头 现在都是上下两个嘛 一个是TBC 一个是CCS1或CCS2 但是如果是一般的第三方的充电站 像是那种什么U-Power 或是其他充电站 提供的是CCS1跟CCS2 对于TBC车主来讲 他们就进不去 没办法去那边充电 以我们来说 我们就觉得充电是有局限到 那目前世界各地呢 其实比较主流的充电接头呢 也就是CCS1、CCS2、 J1772跟特斯拉的TBC 以这几种为主是比较多的 然后像现在北美来看的话 他们直流部分是CCS1 欧洲是CCS2 像日本他们又不一样 他们自己的 可是其实日本 他们本来就是很喜欢发展 他们自己的客规啦 以交流部分呢 其实大部分都是用J1772这个规格 那其实我觉得 J1772其实应该慢慢的很快就会淘汰光了 因为现在新的车大部分都是采用 CCS1、CCS2 以台湾来讲呢 应该是目前全世界电动车的 街头规格应该是最多的一个国家 我自己是猜的 因为以上提到的所有的规格呢 在台湾通通都有出现 所以台湾的充电站其实有点麻烦的是 不知道应该要准备 怎么样的充电头的规格 给大家去使用 只能尽可能的跟随潮流 哪一个是比较新的就准备哪一个 比如现在比较新的充电站 他们都准备CCS1、CCS2嘛 对于旧的特斯拉车主呢 他们当然很希望呢 至少呢是不是可以出个转接头 像我现在自己也是TBC 这个其实我在一开始呢 发现CCS1、CCS2这个东西的时候 我那时候就有在想说 这应该会有个转接头什么的吧 可是在前两年其实没有这样的东西 前阵子呢 美国跟韩国的官邦的特斯拉呢 开始开卖这一颗 就是CCS1对TBC的转接头 可是呢原则上呢 它是可以用在Model 3跟Model Y 这完全没有问题 S我不确定 但是如果是XS的话呢 Model X有欧义门那个会飞一点的一个 不会飞啦 大家的实测呢 原则上是2020 Q3后的出厂的车子呢 是可以使用的 但是呢不见得可以 其实认真来说还是要看它的 充电镜面是哪一个 有没有支援这个转接头 因为像这个转接头 它刚出的时候 它其实只有标Model 3跟Model Y的样子 它也没有标Model X可以使用 所以很多Model X的车主呢 就去测试了 基本上是2020 Q3之后 出厂的X的话呢 是可以用这个转接头 那刚好呢 我自己的呢也是2020年 刚好是Q3开始 我记得我好像是9月吧 这个呢 我就火速了去美国的Amazon那边买了一颗 价格是199美金 然后韩运 到台湾它也没有额外的灌税 就直接就送到我的手上了 再要四五天左右而已 很快 那我就是今天也会来测试看 这个CCS1对TBC在我的车上有没有用 然后就分享给大家看看 好那我们现在就前往去 我们家旁边就有一个U Power站 然后它那边只有 CCS1跟CCS2的充电头 那我们就去那边试试看吧 我们现在来到我家附近的一个U Power的充电站 然后他们就是只有 CCS1 然后那边还有CCS2的两种接头 然后现在就要来测试这到底能不能用 好我们先扫描把它解锁 好这个就是CCS1的接头 然后我们先把它接上去 然后再来就可以插到你的车子 因为有显示它现在在做充电检查 连接电动车 我要等它一下 好现在连接电动车没有问题 充电状态检查完成 就像我的刚好是2020 Q3的车子 就可以正常的充电 像我的手机上面也有显示了 所以我们现在看这个看完之后 我们到我们的车上去看看 好先给大家看看我的手机 现在有显示它目前的功率 现在它的功率是写36k瓦 因为我现在已经是76%了 我现在电齐很多 所以后面的充电速度会比较慢一点 目前持续时间已经过了三分钟左右了 然后像如果我这边前面的仪表板看的话 它是每小时充电是188公里左右 充到100%的话还要50分钟 从零开始充的话 我估计应该是跟原本的快充没有真的差到太多 可能一个小时多 应该是可以从零充到100%左右 所以呢其实正式就是像我的车子 是2020 Q3出厂的刚好运气好的 可以使用这个转接头 所以我只有在充电站的选择上呢 就是比较多一点 我就不用再局限 也就是只有特斯拉超充站 或是提供那种铝充 或者是坐充的地方 才能去做充电 这样我现在选择就比较多一点 除了U-Power之外 其实也有其他的充电站 它是有支援CCS-1 也可以做快充的话 我就可以用这个转接头去做快充 速度上呢 因为我还没有实测 比较低电量的时候 然后充电的速度会不会再更快一点 这个速度是勉强可以接受的 但至少是你充一个小时 如果可以跑200公里的话 其实也是够回到家里 或是其他地方 比起你完全只有 去转接J1772的那种慢充来得好 因为那种J1772 你可能要充七八小时以上 你才会把你手需的电量 充到你的目标这样子 觉得这个是还不错的 6000块 那如果你车子刚好在 2020 Q3之后的版本呢 想要买这个转接头的话 我是蛮推荐给试试看的 那你之后再充电的话 就会更方便一点哦 那如果你对于这个转接头呢 还有什么问题呢 也会在底下留言 那之后我会再测看看 就是比较低电量的时候 充电速度是不是一样 那如果有任何结果呢 我会再更新给大家哦 我们下次见 拜拜